哈喽大家好 那在我旁边呢 这台就是第二代的哈佛H9 那这台车呢 也是在今天的四月份的 北京车车上面正式的亮相 那现在呢 我们也是来到了 它的动态世界下的活动 那接下来 咱们就来看看这台二代的H9 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这台车的外观呢 它其实整体采用的就是一个 方盒子的造型 方方正正的 非常的硬汉 非常的霸气啊 然后咱们再来看看它的前脸 前俩部分 其实比较明显的 就是它这个非常大的一个 金属镀铬的一个中网 然后呢 两侧还有这种某钉的设计 看着就非常的硬派啊 另外就是它的这个发动机盖 也是向上凸起的 其实给人的整体的视觉感受 非常有记忆点 另外就是一些细节的部分呢 也可以看到很多方形 还有圆形的设计 就是这种天原地方的这种 设计的这种灵感 比如说它的前大灯的灯框 是方形的 头灯组是圆形的 这么一个对撞的组合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新颖 好 来到侧面 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 车身的测距的比例 是非常的和谐的 它的轴距呢 达到2850 是一个标准的中大型 SUV的一个尺寸 那具体到细节呢 咱们可以看看它 侧面其实也运用了很多 直角 还有这种方形的设计 比如说它的这个后视镜 它的后视镜就是方形的 另外就是它的地柱 地柱这个部分呢 它的这个后边这个窗户 是正方形的 然后就是它 后边这个形面的这个角 是一个直角 也是一个方的一个造型 然后接下来咱们看看 车身的尾部 来到车尾啊 可以看到它整体的车尾呢 依旧是这种 非常方正的设计 比较突出的 就是它后边这个 外挂的备胎 其实这也是这种 硬派越野的标配啊 其实除了备胎呢 它还可以选装一个 小书包的嘛 一个独的小盒子 它是跟车漆是同色的 其实那个书包呢 就是可以装一些 堵胎的工具 这些东西 其实大家可以根据 自己的这个用车需求 来选择它 你是备胎 还是那个储空间 另外就是一些细节的配置 就是比如说 它的尾灯 也是这种方形的设计 另外就是它的车门 也是这种侧拉式的 然后也是向右来开启的 比较方便你停到路边 拿东西 好 外观咱们聊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咱们就到车内 看看它的内饰 进到车内呢 可以看到这台二代的H9呢 它内饰采用的这种 标准的梯子形的设计 就是两边是对称的设计 它的中控部分呢 其实可以分为四个区域 第一个区域呢 就是上边这块 14.60英寸的中控屏 那这块中控屏呢 它的分辨率是2K的 其实看上去的 这个细腻度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就是它的这台车机呢 也搭载了这种 8155特轨机的芯片 无论是响应速度 还是你拖拽时候的 它这种反应 都是非常快的 另外它功能性方面 其实我觉得就已经 不用过多赘述了 现在的车机 其实都已经非常的智能了 比如说这台二代的H9 它就支持华为的Highcar 西巴达雅 融新视频这些 再往下这个区域呢 就是一个一拍试验键 它其实就是空调的 一些控制的按钮 然后再往下这个区域呢 是一块非常大的 用来放手机的一个储空间 那左边这个区域呢 其实它是可以支持手机的无线充电 那再往下就是挡拌这个区域 有一个航空式的电子挡拌 在它的左右两边呢 是控制这台两个座椅的听风 以及加热 然后再往下 就是这台车的一个 比较核心的一个控制区域了 就是它的 关于它的四驱的一些控制区域 比如像这边是弹了掉头 左拨缓降 然后重点来了 4L前锁后锁 也就是这台车呢 它有前中后三把锁 其实它的越野能力是毋庸置疑的 那中间这个部位 也就是挡拌后边这个区域呢 就是一个切换驾驶模式的一个区域 一共有7种驾驶模式 然后再往后 就是一个常规的中央副手枪的一个设计 好 咱们内饰也看的差不多了 接下来咱们就把这台车开起来 看看它的动态表现搞得怎么样 好 现在咱们已经把这台二代的 哈佛H9开到的路上 那咱们先来聊到它的动力系统 首先呢 这台车搭载的是一台2.0T的 无论搭放动机 最大的功率呢 是160千瓦 最大的扭矩呢 是380牛米 那这套动力系统呢 其实放到这台车上 它的动力储备是完全足够的啊 另外就是它匹配的是一台 采服的8AT的手机变速箱 那这台变速箱 其实就不用我过多介绍 这台变速箱的特点就是非常的平顺 输出的功率会非常的平稳 尤其是你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然后你击踩油门 你看 黑变速箱会非常快速的想要 来降两到三个档位 然后来实现动力的补给 然后实现加速的超车 另外就是它的底盘 这台二代哈佛A是有的 它其实是一个非正乱的车身 也就是带大梁的车 其实呢 还要有一个误区就是带大梁的车呢 它的舒适性都不会做的特别好 但是呢 这次试驾这台二代的哈佛A是有的 给我的感受就是 带大梁的车也能把它的舒适度 做的非常的不错 你看现在我们刚才刚过了一个 比较颠簸的路面 其实在车里很难感受到 就是那种非常硬的颠簸 通过它的滤震系统 然后很好再把这个颠簸给过滤掉了 那在驾驶模式方面呢 这台二代的哈佛A是 它一共有七种驾驶模式 除了常规的标准经济运动 那它还包括了泥地沙地 还有雪地 另外还有一个四驱的模式 那除此之外呢 它的方向盘助力 也一共有三种模式可以选择 分别是轻便舒适还有运动 其实这三种模式的区别呢 除了抛开它的转向时 你的力度的区别 其实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比如说我放到轻便 然后呢 现在我小幅度的左右 放到方向盘 你看车身是不会有大幅的 这种摆动的 然后如果放到运动 这时候我小幅度放到方向盘 你能明显的 其实包括感受 你也能直观六眼的看到 就是在我小幅度摆动 这个方向盘的时候 它车头是跟随我这个摆动 来回的那个进行指向 就是说你把这个方向盘助力模式呢 调到运动模式以后呢 它车头的指向性 会变得更加的精准 其实呢 这一点的调教 其实我觉得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让驾驶者可以 自己选择自己想要的 比如说非常紧迫的一种运动模式 或者是非常放松的 这种轻便的模式 那最后不得不提第一点的 就是这台车的NV式性能 你别看它是一个硬派 太大龄的越野车 我觉得它的NV式性能 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就是因为它 它的前锋挡 还有它前排两侧的这个玻璃呢 都采用一种风风夹夹的玻璃 其实就达到了 就是降低风噪的一个效果 那另外就是它的A柱 其实也是非常有角度的设计 它的角度呢 是一个39.3度的 一个黄金的凝峰角 其实这个角度 它的多一度小一度 都无法达到 现在这种比较高水平的NV式性能 之所以给它达到这个角度 其实就是可以更好的降低 它的风阻 还有提高它的NV式性能 那从第一代哈佛H9上市到现在 其实这台中大型的SUV呢 已经卖了快十年了 那如今呢 这台二代的哈佛H9 经过大刀阔斧的 重新的开发与设计呢 其实也是着重提升它的设计感 整出的驾驶时候的舒适性 以及车内的这种智能的体验 那我相信呢 这台车在上市之后 应该会有一个非常不错的表现